四皇是新世界的统治者 他们代表了大海上最高的战力 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六位四皇的识别时刻 你觉得谁最丢脸呢 白胡子被儿子刺穿 艾斯被抓 白胡子率领白胡子海贼团前去营救 白胡子的儿子斯库亚德听信了赤犬的说辞 趁白胡子不注意 用剑将白胡子贯穿 白胡子知道了斯库亚德刺杀自己的原因 不仅没有怪他 反而表示自己依然爱他 这一次再加速了白胡子的陨落 凯多被光月玉田在胸前留下伤疤 二十年前光月玉田率领家臣与凯多决战 凯多用龙锡将玉田打飞 但是玉田随后用桃园石拳在凯多胸前留下了十字伤痕 这处伤痕没办法痊愈 即使凯多化身为龙也依然存在 红发被海王类咬掉胳膊 幼年时候的陆飞曾经被山贼王西格抓走过 后来西格的船只被近海之王破坏 陆飞掉入海中马上要被近海之王吞掉 危机时刻 红发出现 紧紧地抱住了陆飞 但是红发的一条手臂却留在近海之王腹中了 为了陆飞 红发将手臂堵在新世界了 大妈被弗兰奇开着摩托车压脸 进入和之国篇章以后 大妈海贼团连连吃憋 攀登徒步都能连续被踢下两次 全面战争打响以后 大妈直接被弗兰奇开着摩托车压脸了 后面大妈的表现也不咋样 慎平和罗宾联手 大妈直接像滚皮球一样滚到外面去了 照这样下去 大妈可能会在和之国领和饭 陆飞被凯多一棒打晕 梦想破碎 和之国初期 陆飞和醉酒状态下的凯多对上了 龙行凯多是醉酒状态 被陆飞用四挡打了好几拳 凯多酒醒之后化为人形 用雷鸣八卦狠狠地给陆飞上了一课 陆飞从此改名以性 埋葬了梦想 进入采石场 黑胡子被麦哲伦一招秒掉 身中剧毒 推进成篇章 黑胡子遇到了麦哲伦 被麦哲伦一招就秒掉了 全身不满的剧毒 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还好后来与之溪流倒戈了 成功帮黑胡子解了毒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你 你说